Hi,大家好,我是PTS的第一位播導員Samantha Hello,我是Rick Rick,我想問你平時玩過的窗戶 用甚麼清潔劑或潤滑油 令窗戶更耐用或沒那麼容易生手 我會用BITFOO這個品牌 因為它可以用到在氣窗方面 和真窗戶都可以同一時間使用 很厲害,因為我平時也有聽說過 普通的清潔劑會對膠或橡膠有腐蝕性或影響 我們用這些會否對這些有影響 不會的,因為BITFOO這個品牌 它有其他一款叫Soul粉 Soul粉是對橡膠或膠不會有任何影響 我都有用過這一款 我都聞到它沒有甚麼難聞的氣味 沒錯,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是不會容易燃和對人體冒害 如果你們還用白電油或洗零件的朋友 我都建議你用這一款 而且它本身有兩個尺寸給大家選擇 一個是這個尺寸 另一個就好像小一點 方便你帶出去打牆或摩鏡牆去用 其實我都看到桌面上 有幾種不同的產品 其實它們是有甚麼分別的呢? 一個是膏狀,一個是液體 分別,如果高的話 就有兩個不同的尺寸 而液體的話 它分別有兩個不同的模式 一個是HP Oil 一個是HP Pro 但是三款是否要同時使用 還是隨便選一款用就可以了? 當然,要看你自己用的位置是怎樣 好似我先說高 高的話,我們都會建議 朋友們會放在Gearboard上面 齒輪的位置 或者是比較難滲透的地方 例如鎚鎚 或者鍋上面 至於HP Oil這一支 我們會建議它們在臨打遊戲之前 或者臨落牆那段時間 在準備的時候 先噴一噴在畫架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比較稀 稀有一個好處 它容易滲透到金屬的洞 位置 對 那就可以令到它的窗位置 就得到一個Protect Protect之餘 更加滑滑 而且不會太容易磨損 噢 對 那最後這個Pro是怎樣使用的呢? 我看到它有針頭 對 你看到針頭的話 是在一些 再細微的位置 例如在鎚 就是鎚這個部分 這裡? 對 後面這個位置 沒錯 就是類似這些位置 其實為什麼它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其實坊間也有很多稀身少少的滑油 如果它太濃稀的話 有機會令到鎚鎚鎖住了 令到它打不到 而這個呢 它沒有那麼稀 之餘 它也有一個乾了之後 它會有一個保護膜 例如你做收藏的時候 它也可以做到一個 叫做防繡的功效 都很好 因為我這樣看 其實它又不是真的很稀身 對 所以我這樣倒呢 其實它也算是比較流質 流質少少的 就是這樣 嗯 始終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要留意 HP Oil和HP Pro 它有一個時間 它如果… 那個時間是說 你要滲入金屬位置的時間 而滲入金屬時間 HP Pro這款是會長一點的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真的用來做收藏 或者去做一個保護膜的時候 例如我下個星期去打遊戲 我前一個星期去做一次保養 那用HP Pro 反而會比較好 至於如果你說是臨時臨家 好像來到WARGAME場的時候 我要做一個… 很快捷的保養 很快捷的保養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你選擇 HP OROE一架 摸到它了 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這個 BREAK THROUGH的潤滑油 或者千結劑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上我們 PTS Steel Shop的官網選購 有甚麼問題 可以在IG、FACEBOOK問阿肥店長 我們會盡快解答你的問題 記得CLS我們PTS Steel Shop的 IG、FACEBOOK和YOUTUBE 拜拜